46岁黎书贤今日26日经传烧炭轻生离世 其后黎书前夫卢慧光义向外界证实黎书贤离世消息 并复兴岛头条指 多谢关心 黎书贤生前有两段婚 现任老公为美容医生许智正 黎书贤老公许智 曾多次被传媒拍到与不同女子约会 引起悲戚 十一云 黎书贤2007年 与许智正结婚 同年儿子出生 2012 再诞下一子 不过2012年黎书贤老公许智正被拍到 一名女子在街头懒绰 以及被拍到跟诊所的女 原宜寺夜会 而当年有报道指黎书贤过去多次 破老公出轨 因而传出婚变 当时许智正否认出 传言 2015年黎书贤曾于社交平台留言 老公不是依身份 而是一种责任 老婆不是一种称呼 而是依守护 成为爱人容易 但要做家人 却需要两个人断付出 妥协和坚持 更为容忍 不等如接受 不说 等如不知道 爱事 向双方等价交往或许要是向对待 但这肯定是公平公正 人 就是活在呼吸与跳之间 何必向双方痛苦 若是放手 飞翔吧 又何 不是一样 黎书贤被指暗示婚姻亮红灯 引起黎 传言 即后黎书贤一贴出另一张图片 图片文字上 I just wish I knew the truth behind the lies 我只希望我知道谎言背后的真相 而近年黎 贤与老公许致正看来相处不错 不时一同陪伴 自不过2022年7月 黎书贤庆祝生日时 晒过夫妻合照 黎书贤你给没有再分享 老公许致正的照片 有别 以往频放闪的习惯 消息称 黎书贤患有抑郁症 达20年 需定期到绿敦之医院接受治疗 但病情时 实坏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昨日相约朋友在家 开BBQ派对 众人共拒至凌晨30许离开 当时黎书贤有异样 直至今早6时许 黎书贤老公许致正突然 到妻子的WhatsApp短讯 表示来生再见 黎书贤老公许致 大惊折返北角寓所 见黎书贤面朝天岛卧睡房 上诗区反映 身旁有烧过的炭 立刻报警送院 终时不至 防止自杀求助热线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 2389-2222生命热线 2382-0000名爱相秦轩 18288社会福利数 2343-2255撒玛利亚会热线 多种语言 2896-0000东华三院子若元 18281医馆局精神健康专线 2466-7350立民会 3512-2626赛玛会青少年情绪健康 网上支援平台OpenC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 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 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 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